大家晚安 今天中南部地区有比较剧烈的午后雷震雨 但是强烈台风的动态更是我们要关心的重点 马上透过图卡来详细分析 从台风的前十路径图发现 现在有两个系统正在活跃 一个是强台轩南诺 另外一个是第14号的热带性低气压 不过这两个系统的这个强度其实是没有对等的 所以呢 接下来14号的热带性低气压 它要发展成12号台风 煤化几率也会变小 甚至水汽还会被这个轩南诺给吸纳过去 目前它的速度会渐渐渐小 由时速22转13的这个速度 朝西南方还有南南西方来进行移动 直到有明显的导引气流才会加速北上 至于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这个气流 就要看一下接下来的高压退缩程度 因为透过地面天气图可以发现在陆地上这个高压 目前它往西退的幅度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稍微小一些 而且速度也比较慢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它的速度会持续的往西移动的这个方向 还有它的这个分量会变得比较多的原因 而当它这个高压明显退缩之后 才会有个明显的导引气流 把台风往北边来带 因此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一下各国的路径图 从各国路径方线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路径已经趋于一致 但是还有英国另外美国海军的部分 还是预估有可能会从苏澳或者新北市这边 来继续的往北走 所以呢到底登陆的情况会怎么样 接下来这24小时将是关键期 但不管怎么样 目前看起来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有大大的提高 甚至不排除会有发布路上警报的可能 最后我们就要来透过图卡 带您关心整个降雨的分布情形 我们来看到气象局发布的这个降雨趋势 从今天晚上开始一路到礼拜六之前 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 尤其是在北部地区 一直到礼拜天的时候 才会渐渐趋缓 转为午后雷震雨的形态 因此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 这个台风带给我们的灾害 雨应该会比较大一些些 至于风的部分 接下来还得要密切观察 以上是今天的气象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